第四天早上一早我们就去这个Budu吃早餐 你知道去到Budu这么多人哦 要吃东西要排队 而且每个好吃的档口 我们要去吃的话要排队排很长 所以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吃到好吃的东西 只好找普通的东西来吃 就算找普通东西吃也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买不到来吃 就随便吃吃了 我们就去那个Desa Park City逛逛了 Desa Park City那里有很多人带着小狗狗去玩 这个City 这个Park City是专给人家带小狗去玩的 这个City很美 Desa Park City里面有很多小狗 如果是靠近我们的家的话 我相信我们一样会把小狗带来 因为我们家里也是养了很多很多的小狗 然后我们就去吃晚餐去全季 全季是我来到吉隆坡一定会去吃的地方 因为我很喜欢吃它的那个非洲江振鱼 非洲鱼特别好吃 但是今天来到应该是假期吧 很多很多人在里面等啊 在外面等的也要等半个小时以上 我们就在外面排队还是一样坚持要吃 来了差不多是要30分钟以上啊才叫到我们 叫我们进去 所以我们终于有机会进去吃了 这里面就好好地享受我们的非洲鱼 江振非洲鱼 江振非洲鱼是我最喜欢的 来这里一定会叫的 吃饱了之后我们就回我们酒店 我们的酒店从这里29楼看下去 可以看到整个吉隆坡的那个夜景 而且这个酒店看下去的夜景太美了 可以看到KLCC 可以看到KL Tower 所以我们在上面拍拍照 看看酒店上面 在这酒店上面第27楼 还有一个喝酒的地方 喝酒的地方旁边有一个 可以瞭望到整个吉隆坡的 然后我们又出去逛逛 去到Paviren Paviren的人多到离谱啊 多到你不敢想象 现在还有病情 还有那个疫情 就是每一个人还是戴着口罩 虽然政府说可以不用戴口罩了 但是他们还是戴着口罩 但是在这里你就会感觉到 好像已经没有病毒在我们身边了 所以大家都没有那么害怕了 就这样过了一个晚上 阿们 我才会